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觉得别人之所以这么写 纯属为了博人眼球 世上怎么会有那么奇葩的物种 真实存在呢 现在她真想乘坐时光机回到过去 狠狠打醒当初那个很傻很天真的自己 李欢欢是北方姑娘 家中独女 大学毕业后留在南方 嫁给了现在的老公江汉 结婚前 她跟婆婆也是经历过一段和谐时光的 第一次登婆家的门 为了给未来婆婆留下好印象 李欢欢主动帮忙宅菜打下手 却被当时的姜妈一把推出来 说厨房油烟大怕熏着她 叫她回屋跟小汉看电视就好 饭后 李欢欢提出洗碗 又被姜妈给拦下了 她笑着说这些家务活不重就留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做 你们年轻人停时工作忙 得了空下楼去散散步看看电影多好 李欢欢原本也只是象征性一丝一丝 并没打算真去洗碗 看到未来婆婆这么体贴开明 她更没什么好担心了 客套一番后就放心地跟着姜汉下楼了 第二天 李欢欢走 姜妈又特意包了两大包特产 嘱咐她路上吃 李欢欢得意又庆幸 感叹自己遇上了绝世好婆婆 她跟姜汉的恋情从校园起步 带着一股子不算计的赤诚和一种死心塌地的信任 毕业后 为了让远在天边的父母同意自己这桩远嫁的婚事 李欢欢先斩后奏偷偷跟姜汉扯了证 彩礼房子 自然全都没的 虽然父母得知真相后气的暴跳如雷 但目已成中 他们再不情愿也无济于事 只有泪眼婆娑的千叮宁万嘱咐着 把宝贝闺女嫁了 李欢欢的婆婆 也在他们结婚当天郑重表示 往后自己就是有女儿的人了 让李欢欢妈一定放心 她一定带儿媳妇如同亲生 如果不是发生那件事 李欢欢永远不会明白 什么叫说得比唱得好听 婚后第二年 小两口终于攒够首付买了一套小两居 又一年 李欢欢十月怀胎 生下一个女儿 喜悦的氛围没持续多久 孩子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欢天喜地的一家人 顿时被这道突如其来的惊雷炸猛了 几天后 手术临门一脚 孩子没救回来 那真是一段天都塌了的日子 李欢欢的婆婆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完全变了负面孔 她从前的好言好语 笑脸相迎 全都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 她固执地认为是李欢欢隐瞒了什么家族疾病 才导致自己失去孙女 李欢欢他爸受不了这么大打击 一病不起 他妈不得不留在老家照顾他爸 悲痛加上婆婆莫须有的指责 李欢欢每天都快要把眼泪流干 老公江汉也开始打着工作的幌子不回家 李欢欢知道她是不愿回家想起那些伤痛的事实 但最让李欢欢难过的还是婆婆的冷心冷语 婆婆毫不避讳地对她说 你赶紧跟我儿子离婚吧 自打你进门 小汉对你百依百顺 我更是连一个碗都没让你刷过 可你是怎么对我们的 你连孩子都不能平平安安生一个 难道心里就没有愧疚吗 李欢欢着实没想到 婆婆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她原以为婆婆摆脸子是因为太过心痛 过一段时间就会好 却没想到婆婆在暗地里 把这一切责任都归咎给了她 李欢欢说 妈 医生都查不出来的发病原因 怎么全被你说成我的错了 孩子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失去她最心痛的那个人 难道不应该是我吗 婆婆没料到李欢欢会反驳她 一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在她心里 李欢欢就是罪人 罪人怎么能有脸为自己开脱 罪人怎么敢大声说话 还恬不知耻地回呛她 简直反了天了 李欢欢察觉 婆婆开始明理暗理针对她 她在卧室睡觉 婆婆一定在客厅看电视 还把声音开老大 一有空婆婆就抱怨 哪个老姐妹添了大孙子 多少斤多少两 怎么人家就那么好 命摊上个那么会生的儿媳妇 自己就这么命苦 死了都无言面对江家列祖列宗 李欢欢在网上买东西 婆婆家枪带棒的几对 我儿子在外面累死累活 又还房贷又养家 你花钱倒是大手大脚 不知道心疼人的呀 李欢欢就说了句 她花的是自己的钱 婆婆立刻炸了 她坐到沙发上一通哀嚎 给江汉打电话 哭诉儿媳不讲理 养不活孩子 还有功了 敢跟她这个婆婆叫板了 江汉只得提前下班回来 安抚她 安抚完婆婆 她又马不停蹄回屋 给李欢欢道歉 说她妈是太伤心了 才会这样 叫李欢欢 看在她的面子上 别跟她妈一般见识 李欢欢一句抱怨的话都没说 一来她心疼江汉 如此艰难的时光 还要她辗转周旋于自己和婆婆之间 实在辛苦 二来她明白 婆婆在闹腾 再不讲理 也是老公的亲妈 打折了骨头连着筋 她实在没必要在这个时候 去说婆婆的不好 眼下这光景 由着婆婆闹闹也好 也能将家里沉重的氛围带走一些 日子拧巴着过去了半年 李欢欢的身体和心态都恢复得比从前好 连带着江汉脸上也多了些笑容 可婆婆依旧不打算放过李欢欢 做得比从前更大发 有次李欢欢跟娘家妈通话 娘家妈安慰她 说孩子不是没了 只是暂时去天堂享福去了 叫李欢欢和江汉不要过度沉浸悲伤 越早放下过去 才能越快把孩子接回来 婆婆听到了 开始在客厅摔摔打打 大声讽刺李欢欢妈 未经她人苦 感情没得不是她的亲孙女 她就是不能容忍罪人们 从痛苦中抽身 李欢欢谎称送外卖的到了 赶紧把电话按断了 娘家妈为人宽厚豁达 压根想不到她婆婆脑子里那些弯弯绕 李欢欢不想让她再为自己操心 听着婆婆在外面把锅碗瓢盆摔得叮当响 李欢欢下决心 不能再由着她闹下去了 她要把婆婆送走 还她和江汉一个平静日子 可若是当下自己突兀地提出来 让婆婆回老家 好像也不太合适 李欢欢翻了翻朋友圈 联系上一个搞旅游的同学 一通寒暄后她花四千块钱给婆婆抱了个团 晚上江汉回来 李欢欢跟她说 妈这些日子照顾我们辛苦了 我想给她抱个团 让她出去旅旅游轻松轻松 江汉同意了 李欢欢又说 但我怕妈有压力 你别说票是我买的 就说是同事还你的人情 不去就浪费了 江汉宠溺地拍了拍她的头 说还是我老婆贴心 李欢欢心想 贴心个屁 你妈要知道是我让她出去的 指不定又要闹出什么幺蛾子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 真躲不起 旅行到一半 婆婆突然回来了 只因为李欢欢的导游同学多了句嘴 夸了句你儿媳妇给你出钱旅游 对你可真孝顺啊 婆婆两眼一横当场炸了 回到家 她把箱子摔了 纪念品砸了 还把李欢欢给她买的度假裙撕得粉碎 她不知道 李欢欢已经不在家了 那位同学得知自己好心办了坏事 特意跟李欢欢道了歉 李欢欢赶在婆婆回来之前 坐上了回娘家的飞机 这段日子她总是感觉疲惫 实在懒得应付 婆婆要坐 让她跟自己儿子坐去吧 江汉只知道老婆回娘家看望父母去了 不知道自己妈已经提前回来了 一进屋看到满地狼藉 还以为家里遭了贼 结果 看到她妈拿着剪刀气急败坏地从她卧室跑出来 身上还沾着好几片李欢欢的照片碎片 江汉赶紧回到卧室查看 发现那张摆在床头的二人合影 居然只剩下了自己那一半 那是她求婚成功时 朋友们抓拍的一张 李欢欢甚是喜欢 在娘家听说消息时 惋惜了好一阵子 不等江汉开口 她妈就到打一耙 说李欢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拿旅游做幌子实际是为了赶她出家门 她早看出来 那李欢欢不是省油的灯 当初不是因为她 自己好好的孙女怎么会美 江汉揉了揉额脚 见她什么都能扯到这时上来 心里无奈又难过 她深呼一口气 跟她妈解释 李欢欢只是单纯地想让她出去散散心而已 抱团这事儿是她和李欢欢两人商量后才决定的 没成想她的解释 却被她妈认定是江汉向着李欢欢 嫌弃她这个老妈子了 所以小两口准备联合起来赶她走 江汉满心疲惫 又是好意通哄劝 才止住她妈的哭闹 不料几天后 李欢欢竟从娘家传来好消息 她因为恶心头晕 去医院一查 居然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 江汉简直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立刻回到家来跟她妈报喜 却被她妈兜头一棒打下来 什么 怀孕了 这孩子千万不能留 谁知道他们李家有什么隐病 到时生下来再有个三长两短 坑害的不还是我们吗 江汉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妈 能把事实歪曲到这个程度 她一心沉浸在新生命到来的喜悦里 第一次冲她妈发了火 你怎么能这么说 以前你找欢欢毛病 我当你是太伤心 还叫她不要与你计较 原来你平时在家 就是这么苛责她的 婆婆不死心 一连几天劝儿子 把自己的亲生骨肉打掉 江汉实在受不了 请了几天假 拎包跑去了李欢欢娘家 这下婆婆念了 媳妇走了 儿子也被拐跑了 她这是造了什么念 晚上 江汉跟李欢欢躺在一床被子里 她抚摸着李欢欢的肚子 给她道歉 说她受的委屈她都知道了 李欢欢早就料到 她回娘家这阵子 婆婆必定不会让老公好过 但她装作不知情 只有让老公亲身体会到婆婆的歪 她才好亲自下手 拨乱反正 李欢欢抚摸着自己的小腹 撒着娇地跟江汉说想留在娘家养胎 她还是更习惯北方的气候和饮食 江汉举双手双脚同意了 平时江汉一有假期就飞过来陪伴她 每次回去都会按李欢欢交代的 将胎儿的各种信息分享给婆婆 起初婆婆不理不睬 到最后她渐渐忍不住蒙发出 对新生命天然的期待 隔年春天 李欢欢生下一个健康的大胖小子 他爸的病也好得差不多 一家人欢欢喜喜乐的合不拢嘴 婆婆在老家听说消息后坐不住了 竟然大老远跑过来 她守在李欢欢床前嘘寒问暖 一会儿怕她热着 一会儿怕她渴着 嘴上抹密似的 逢人就夸李欢欢孝顺 给她抱团旅游 她有什么做得不到位的李欢欢这个媳妇 从来不说她一个不字 如今又给他们家添了香火 属实是老江家的大功臣 李欢欢哭笑不得 真是好 也是她赖也是她 李子画面子画好的坏的 全被婆婆说尽了 若此时翻过去的小肠 倒显得她没有容忍哑良了 婆婆殷齐了三天 终于在一个没人的午后 她找到了跟李欢欢单独说话的好时机 婆婆拽住李欢欢的背脚 言辞恳切地说 你大人有大量 别跟我这个老婆子一般见识 从前我糊涂 对不住你 只求你看在小宝的面子上 回去好好跟江汉过日子 成吗 李欢欢顿了一会儿 开口道 很多事情就像你当初剪碎的那张照片 虽然能强行复原 但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 过去你做的那些事 说的那些话 我都可以不与你计较 只因为你是江汉的妈 但请恕我没办法原谅 宝宝出了满月 我会带她回家 逢年过节也会带着宝宝去看你 但从今往后 我们一家三口要关起门来过日子 你懂吗 婆婆含泪中重点了点头 李欢欢心软 看到婆婆的眼泪 心里已经开始原谅 但她不后悔 吃一欠掌一智 她必须把这丑话说在前头 其实婆婆也并非什么大恶之人 她只是在自己与儿子的利益产生冲突时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袒儿子 如果必须要为当年那场悲痛 寻找一个罪魁祸首 那么只能是她 李欢欢理解婆婆的痛苦 所以从没想过与她真正翻脸 相反 她一直感念着婆婆曾经对她的好 正因如此 她才能在此时此刻劝自己 摒弃前嫌 向前看 婆婆放心地离开后 李欢欢轻轻抚摸着儿子柔嫩的小脸 小家伙正在睡觉 不知梦到什么 突然咧开小嘴笑了一下 李欢欢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仿佛压在心底多年的大石头 都随着儿子这一笑 轻飘飘地烟消云散了 她想 自己以后也会成为婆婆 到那时她一定告诉儿子 千万别指望你媳妇把我当亲妈养 因为我也做不到 拿她当亲生女儿疼 自己的媳妇要自己宠 生死利益 悲喜攸关面前 婆婆永远倾向儿子 这是亘古不变的人性 而婆婆媳妇 最好不要去挑战人性 只有守好底线 进退有度 才能余生安好 各自从容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